这是一页PPT时间轴 给你三秒钟思考一下该如何美化 我们来看看PPT大神是如何美化的吧 那么像这样的效果该如何制作呢 一分钟教会大家 首先我们需要在页面中插入一张图片 作为幻灯片的背景 在页面中插入一个椭圆 然后复制一个旋转角度 使两个椭圆错落摆放 选中两个椭圆 打开SI的插件设计工具中的拆封 这样我们就沿着椭圆的交界线 将椭圆拆封为了多个图形 放大需要保留的图形 并将其余的图形删除 接下来先选中底层背景图片 再选中图形 使用SI的插件设计工具中的剪除 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张镂空的图片 将时间轴的图片沿着镂空的形状 依次进行摆放 并将所有的图片置于底层 这是我们常用的时间轴直线 在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替换成为曲线 添加几个圆形作为时间轴的节点 然后将文字插入页面 但是这样的文字排版并不能突出重点 可以将时间进行放大 给文字增加1.5倍的航距 然后添加时间轴速线 但是这样的速线还是太过普通 换成渐变线条 效果立马蓝马 而且还能表现出公司的蓬勃发展 最后添加标题文字和装饰 这样一页创意满满的PPT时间轴 就制作完成了 怎么样 你学会了吗 我是大江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 星辈子 请你来第二转护